我們今天來到在Lise 大概是20多分鐘車程的 一個全新Taylorwimpy屋苑 叫做Songbrook Gardens 這裡是一個剛剛推出的全新屋苑 會有兩房三房四房的小屋子 亦都是我們李安環球 在香港全港獨家發售的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看一個 四房獨立屋的示範單位 Layout就叫做Manford 雖然是四房 但只是分了兩層 還少一層樓梯 但每一個空間都頗大 一進來樓下 基本上間隔會有一個書房 後面會有一個客廁和優惠房 樓梯底會有一個優惠房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Kitchen Dining 接著連著旁邊的一個Living Room 我們一起來看書房 其實有很多人都喜歡 將樓下的書房轉為一間小小的垂房 如果這個位置 就應該剛剛好可以放到單人床 然後就開門 所以如果真的做一間單人睡房 那儲物空間不算太大 但也有一個Facibility 當然窗都開得很大 也很光亮 但這個位置做一間 就是Work from Home的工作室 就非常完美 書房旁邊就是一個客廁連優惠房 你會見到這裡就放了一個洗衣乾衣機 在這裡 就不用分了兩個空間 而且整個客廁整個感覺就好像舒服很多 就沒有平時的客廁那麼大 而且你會見到那個發展商 在四房裡面都放了一個更新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Laminated的Worktop 而是一個Style Stone的Worktop 而且這次屋室每個玻璃都有個熱溫器 包括GAS的WC也有個熱溫器 很多時房間的樓梯底都是柱物位 你會見到這柱物位雖然矮矮的 但剛剛發現了為何黑気波特可以住在裡面 因為它是可以鑽進去 在這樓如果一個一個一米五多的人 是不會撞傷頭裡的 所以不要小看這個儲物空間 這裡應該都放了很多東西 我們來到Kitchen Dining的位置 這次Kitchen Dining是非常闊落的 後面可以有一個梳化位 然後會有一個Dining的位置 然後一路連著過來 就是一個極大的U型廚房 見到在四房單位裏面 發展商就展示了一個 升級了的標誌 所以你看到台面石 就會用回Style Stone 還有洗手盆都是用回這個 陷入的設計 之後打理就會相對方便 做了一個Double Sync 亦都配備了這個洗碗碟機 現時在四房裏面 所採用的所有家電 都會放了AEG的家電 當然在這個升盤 都可以做到三個窗 看著自己的花園 所以這個示範單位 景觀和採光是非常好 下面有一大辣的廚櫃 也會有AEG的煮食爐 抽油煙機 還有Double Oven 當然所有的廚櫃位置 都做好間隔 我家裡都是用這個拉出來的櫃 其實很實用 譬如有些醬料或乾糧 我都會放在這裡 亦都可以做到上頂 所以這個設計非常之不錯 亦都配備了AEG Full Size 大家喜歡一個東套的廚櫃位置 一個冷雄櫃位置 那這間屋子的冷藏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冷藏 因為它的流暢度是非常之高的 那它廚房 中間 有一個 即是金屬地 金屬地 英國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都有一家人 很多時間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這個地方是剛好 好像置成一個地方 但和了這間庫 可以連接 接着来到这边就是一个家庭的 好像一个小小的lounge area 两道玻璃门 一边就是通去自己的花园 当然花园就每一个扣都不同 但是你看到这里就传落地玻璃窗 譬如好像示范单位的这个 外面的花园都整得挺漂亮 在这里也可以放到一个沙发位置 可以休息休息 另外一个我最喜欢就是你从kitchen dining 来到这里它做了一个玻璃门 就可以通到旁边的一个living room 所以它的流畅度是非常之好 这个living room或者lounge area 在住屋很多时候都挺重要的 譬如如果你是叫朋友来玩 或者你Christmas 如果要摆棵很大棵的圣诞树 多数会选择这些living room 放一个锅头 接着如果拆礼物 就是全家人就坐在这里 找一些搞作玩一下 这次这个除了大之外 它也做了一个bay window的设计 是一个都挺British的设计 除了采光好之外 看上去也都比较有气派 也都比较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间屋的其中一个 设计 feature 我最喜欢就是那个流畅度 由kitchen去到dining 去到自己的花园 接着连到过来living room这一边 好 上到二楼的位置 就会提到四间睡房 其中一间是onsuite 另外三间就会用同一个 Family bathroom 我们先看看onsuite的睡房 这间主人房的空间也挺大的 除了你看到double bed 这里做了一个四门的衣柜 做了一个fitted wardrobe 当然主人房也会有自己的 一个onsuite的洗手间 就会做一个shower的设计 也可以做到一个名刺 而且你看到这次四房的spectication 全部都铺了砖 除了是一些小小storage位 要自己弄 另外的三间睡房 其实在今次这个示范单位里面 全部都相当之阔落 亦都做了一个fitted wardrobe 你会见到 其实看出去的景观 都差不多都相对开扬 全部都是一些低密度的房子 我们一起来看那个Family bathroom Family bathroom 这里会做一个浴缸的设计 所以会有shower screen 会有shower等等 亦都可以做到名刺 所以今次这个四房detached的房子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它基本上所有的bathroom 都会做到有窗 只有楼下的gas toilet 在这里的大概三房屋 1,000呎左右的装置 售价只是28-29万英镑左右 在这里出发high street 只需要大概5分钟的步行 开车去List 都只需要20分钟左右的车程 如果有兴趣在这里 置业的朋友 记得立即联络我们 祝福 我们下期待